然後一開始我們會用一個小程式來大概講一下摩蒂卡羅 最基本到底在幹嘛 你先介紹幾位 不好意思 王毅倫就是我本人 然後劉少羽 然後陳子瑜 然後陸志良 最強 歡迎強大的台科大學學生做事幫 用簡單小程式就是 算元周率 大概講蒙蒂卡羅到底是在做些什麼 然後程式碼的部分就是像這樣 就一開始先 宣告一些坐標 然後我們用random的方式 就它有一個範圍在裡面 算了 後面講好了 像這個 就是會有一個 XY軸我們會把它局限在一個1乘1的空間 然後我們會在裡面 灑上一些樣本點 當然不會那麼少就是很多個 然後呢取N個 然後呢看它 取樣門點之後會計算它距離 遠點的距離 跟遠點的距離 然後如果它在那個圓的半徑 以內我們就會把它記起來 那以外我們就不會記 然後呢計算完之後 對就是這樣 不會記錄超出去的 然後再算說 假設今天灑了N個 然後大概只有N-point點在圓內 然後這個比率大概是多少 算出比率之後乘以4 因為它這個只是一個這個扇形 其實它原本應該是要 算出那個機率 然後先乘以那個面積 算說這個面積裡面 大概有百分之幾是圓的面積 然後因為它是1乘1 所以這面積就是1 那1乘以那個N-point點而已 就是算說那個圓的面積大概是多大 然後乘以4就是一整個圓 因為它這只有四分之一個扇形 然後得出整個圓的距離 就是等於半徑為1的圓面積 然後半徑為1的圓的面積 就是圓軸率 然後其實要接過我好像沒有接 等一下有時間可以直接跑程式 然後這就是 它這種算取樣本之後 算大概推估整塊的機率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最終的解決定的方法就是 蒙蒂卡羅最基本的概念 好那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你還從那裡這樣 不停說這樣 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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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種是拉斯維加斯的演算法 那它可以回傳出一個非常準確的答案 或者是它會告訴你這個演算法是錯誤的 所以你可以從拉斯維加斯的演算法當中 去得到一個非常確定的答案 但實際上這種方法雖然聽起來很棒 可是它其實沒有辦法去面對或者是處理機器學習的問題 因為其實在很多時候我們機器學習 甚至找不出一個準確的答案 所以還有另外第二種方法 叫做蒙地塔羅的方法 它就是得到一個近似於答案的一個結果 所以像這種近似的演算法 就可以得到我們想要去解決機器學習的結果 然後現在要稍微來講一下就是取樣這件事情 其實在完成機器學習的技術基本上是分成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我們會從機率分佈當中去取出一些樣本 然後再拿這些樣本去做一些處理 然後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樣本去湊出一些我們要的估計 那根據我們需要的數量再去湊出我們需要的蒙地塔羅的估計 那現在要來考驗的是為什麼要做取樣這件事情 假設一種狀況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要計算的 要做計算的是很多的積分啊或者是很多的核 同時我們又要在有限的成本之內去達到這個效果 那要怎麼辦 第一個情況是如果我們今天要算的這個核或是積分 它是非常難算的 所以我們先講非常好算的狀況 今天它是非常容易處理 但是因為它就是它處理量太大的時候 那會導致它的時間成本變得很高 比如說就是像我們要計算很多的核很多的基本 那數量很龐大然後你每一個數字都要去算到非常精準的時候 它其實是非常好成本 那這時候Sampling就給我們一種方法是我們可以用小P次 所以就是每次就是做同樣的 然後做就是P次處理可以大幅的降低就是時間上的成本 所以在剛剛講的這種狀況 比如說廢時而且很容易處理的情形 Sampling就有達到加速的效果 那第二種就是它這個數字就是很難算 那很難算的情況之下 它生物理就變得更靈活 就是因為它可以算出一個就是估計 那它可以達到可能它就很難算 那你只是估計出來 那成本相對來講還是有降 所以在一般的狀況來講 我們要去訓練一個model 那我們主要是要從我們的訓練分布當中去取出一些樣本 那很重要的是你到底要取出什麼樣的樣本 因為你取出來的樣本會去間接決定說你接下來要跑這些演算法的時候 會變得簡單還是變得比較難 所以其實在很多種大部分的情況底下 Sampling其實實際上還是我們最終需要做到的目標 那接下來就是稍微簡單介紹一些 介紹一下蒙蒂卡羅取樣的一些基礎 首先我們現在討論一種很常見的案例 就是說今天如果核跟積分是沒有辦法算出很準確答案這樣子的時候要檢查 其實這種狀況是還蠻常見的 因為比如說像有指數次方的像 而且它沒有辦法簡化它的公式 或是簡化它的算式的時候 其實你就沒有辦法算到一個非常準確的就是確切的數字 那它的想法是說可以添加核或是積分 視為某種分佈底下的期望值 然後再利用它對應的平均值去做 去近視圖它想要的期望值 其實我覺得看的時候還蠻繞頭的 我們可以直接看那個公式 其實最左邊的S 它所代表的是我想要去估計的那個核跟積分 它的期望值 它代表的是Expectation那個字 所以它想要算的是期望值 然後呢 在最右邊的EV Type of Effect 它代表的那個E代表的是 Esformation是估計值的意思 也就是說其實在大部分的狀況底下 我們是希望說我們的期望值 跟我們的估計值可以一樣 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是 期望值有點像是我們希望它長的樣子 而估計值是我們實際上算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通常在一般的情況底下會希望 我希望它長的樣子 跟我做出來的樣子是相似的 那中間的公式是 比如說第一個式子它是做Summary 它其實F of X是它的演算法 那這裡的P of X它代表的是期率分佈 那下面第二個式子它是做幾分 那它這裡的PL回合式代表的是機率密度 就是它在計算不同的算式的時候 它有不一樣的意思 接下來 為了要去靜置出我們希望的期望值 那首先我們就是要從機率分佈P裡面去取出一些樣分 那我們把N當作是取出樣的數量 好 那首先我們可以先把它加起來去得到一個和 那這裡的F of X的I 就是我們會從第一筆開始去取到第N筆 然後把N的Sample 就是把X1、X2一直到X2去跑那個演算法 然後得出不同的結果之後再全部加起來 那我們可以利用剛剛加起來這些東西 去求出一個叫 Spirit called Emery 就是它用SN來表示 它是代表的是經驗平均值 那就像以前就是要去算數值 要去算成績的時候 你要算總平均 它其實就是要處理總科目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是把它處理N 就可以得到就是它的平均值 然後接下來 根據上面兩個數學是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這個近視值 那比如說其實最淺顯易懂或者是最直觀的其實就是 這裡的E的SN代表的是經驗平均值的估計值 就是我們把剛剛算出來的那個平均值拿去做一個估計 其實它會是一個沒有偏移的量 其實沒有偏移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它會等於某一個準確的 或者是某一個跟剛剛有算過的東西 我們可以用公式來看到的是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E的SN 剛剛前一張同影片有講到SN算平均嘛 所以是把F of X的那個東西去處理N 前面有一點沒壞 就是那個N分之一沒有畫到紅色 對 然後這個是SN剛剛得到的東西 然後一樣是要做Summary 然後下一步是E 後面這個東西在第一個 剛剛第一開始我講的就是我們希望期望組織 跟我們的估計值會相符合 所以我們可以把後面那個東西再換掉 變成這樣 那再來我們考慮的狀況都是 其實樣本之間是不會互相干擾的 就是你抓樣本A跟樣本B 他們並不會影響彼此的狀況 所以他們是獨立的 所以根據積分來講 這個東西又可以寫成跟藍色這裡寫的一樣 就是總共有N比的期望值 那經過運程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算出來的 經驗平均值它的估計值 其實就會剛剛好 會等於我們的期望值 接下來 就是 此外我們其實在有一個叫做大受法則 大受法則它主要提的是 如果今天我的樣本數量越多 它的平均就會越接近期望值 那就有點像是如果說你有一個班級裡面 有兩個學生 然後你要去算他們兩個的平均 去猜測說這兩個人有沒有符合全國學生的平均狀況 其實如果只有兩個學生 你很容易找到比如說極好的學生或極壞的學生 那他們兩個算出來的平均可能就不會那麼準 但是如果你今天從這個班上找出50到100個人去算出他們的總平均 可能這種狀況會比起剛剛只有兩個人的那個班級 你要更容易更接近於就是全國的平均 所以像剛剛所講的那些主要都是在控制說 希望我的樣本數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寫出這樣的詞 就是如果我的N趨近於羽窮大的時候 我的經驗平均值其實會等於我期望它長的那個樣子 那再來我們要計算的是一個叫做方差的東西叫Variant 其實方差的意思就是這樣各個誤差都平方之後就得到一個正數 而不是用絕對值 它的概念是把它平方得到一個正數 再處理總數來得到各個數據相對於中心點的分佈程度 為了要得到Variant 我們需要先計算AQFX的它的經驗平均值跟經驗方差 然後再處理一樣本數 其實還蠻繞頭的所以可以直接看似 就是呢,剛剛所講的Variant的SN 其實在一開始它會等於 剛剛講的SN其實只會等於N分之一的FX3 全部的Summary 然後這邊有一個N平方的 那個平方是因為它要在儲存量分數 所以會有N平方的總統 因為它整個算太多它還要在除以N 是Variant它本身的定義 然後後面在... 因為剛剛所講的嘛 就是所有的樣本它們都是獨立的 它們不會互相干擾 所以在Summary這邊它就可以直接寫成N Variant的FX3 所以再做一下計算就會得到N分之Variant的FX3 那其實就跟我們剛剛所講的 我們希望說 經驗平均值它會等於我全部的那個Variant的FX3 去處理得到跟平均一樣的效果 那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個別的Variant 在我們考慮兩種狀況 也就是呢 Apple Packer 10它的Variant是一個有界定的 就是它是一個有傍晚的 也就是說其實因為我們算快的方差 我們都希望它是在某一個限制之內 在無雄大以內 那另一種 第二個條件 就是我的樣本數一直不斷的在增加 其實這個是非常符合我們一般在訓練 集體學習的時候很常見的狀況 因為你會一直衛星的東西給它 那這個N就會一直在增長 然後它的Variant SN它就會递解 直到它收斂成0 那其實可以直接從數學式來看 假設我們先把第一個條件的Variant F 作為一個界定值 我們可以視為它就是一個常數 再來它的樣本數會一直變多 所以在這兩種狀況之下 很明顯的Variant會一直下降 而且如果當N有一天它可能趨近於無限大的時候 Variant其實就是進步變成0 然後這邊還有提到另外一個叫做中央極限定理 其實中央極限定理在N趨近於窮大的時候 有好幾個特性 那主要這邊提到的一個特性是 如果我今天的樣本平均素抽樣 它在N很大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近視於某種常態分布 那在蒙基卡羅這邊 蒙基卡羅這個地方 它有講到Symphony這件事情 它也會跟就是符合中央極限定理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它是趨近於哪一種常態分布 那這邊它就有特別提到說 它的常態分布基本上是以S作為平均值 然後再以剛剛我們算出來的Variant F 所以我們可以把百科史去處理N 當作方查而形成的一種常態分布 接下來藉由這些結果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結論 第一個是我們可以估計出 蒙基卡羅平均值當中的不確定性 第二個是我從這些近視值當中 我們可以去找出它的期限的 我們會找出它的期望誤差 那我們也可以試著去把這些誤差去平均 就是有些可能會比較 有些人跟原本的那個值 它可能是正的誤差 有些人是負的誤差 然後有些人是正的非常多的誤差 或負的非常多的誤差 那我們計算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去把它平均 去找出最適合的值 然後得到就是那些誤差被平均化 因此我們可以藉由常態分布的累積函數 去找出經驗平均值SN的信賴期間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利用剛剛所算的那些東西 去找出說我SN實際上最適合落在哪裡 而且我們可以盡量把它的就是它分布的機率往上提高 然後其實剛剛所講的那些聽起來就是3.0好像有很大的效力 但實際上它並不是總是發生的 就是剛剛所講的那些都是基於我們可以很輕易的得到我想要的樣本 或者是我可以得到我所需要的那麼多數量的樣本 可是實際上在很多時候那個樣本其實沒有那麼好取的 所以等一下17.2會稍微講到有一種方法是拿來對付我今天如果取不到樣本 或者是我沒有那麼容易取到樣本的情況底下的期待方案 在17.2會提到的important sampling 那另外還有一種很常用的方法就是建構一連份的估計序列 那這個估計序列比較特殊的就是它會收斂到目標分布 也就是等下17.3會講到的蒙蒂卡羅的打克股券 那17.2就是剛剛提到的如果我們無法在所需的分布中取得到正確的7.3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另外一個方法它叫做important sampling 它主要是它的想法是說我們在一個假設一個分布來中進行取樣 那我們可以想成是說我們以這些重要的權重來整體進行重新的加選 然後可以得到正確的分配 等於是說我們選擇一個好的分布來模擬一個隨機變量 那我們如何去尋找一個好的分布呢 然後這邊它是主要提出一個公式 我們可以假設為在一個Q分布進行sample再採樣 然後我們可以把F把它想成是我們要取樣的sample 然後我們剛剛都是假設P 在都是對P去做它的精密密度 可是我們當我們的密度P是難以去採正確的採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假設是從Q這邊進行採樣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的公式中 我們都是以Q分布來進行採樣 然後這是我們剛剛提出的 剛剛提出的一個進行平均的一個公式 然後這邊是有把P的P帶進來 所以我們但是在這邊呢 我們會把Q假設為Q分布來進行它的平均加選 然後我們就會假設分布為Q 然後去推算它的最佳採量分布的結果 我們會發現估計出來的期望值跟原本設定的Q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我們一開始分布取得sample累積的平均值呢 但是最後取得的期望值才是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我們選擇任意的Q分布對重要採量的方差 是影響非常大 就比如說我們今天假設一個Q分布 來去進行一個去進行它的加選平均之後 可是如果得到的結果並不是那麼好 是因為我們的Q假設一開始的假設就是比較不好的分布 所以如果我們選擇到不好的分布的話 我們計算的方差會非常的大 然後我們這邊方差的表示法 我們可以以Variance as Q來這邊做為表示 可是如果當你的方差想要達到最小的話 Q必須要滿足下面這個公式 那我們這個Q star會表示最優的取樣函數 然後要讓Q star對X正規化的話 我們會把它的範圍限制在某個範圍內 比如說是0到1之間 下面這邊就是在講正規化的式子 這樣子的話我們 然後把它比如說假設到0到1區間 然後並且它的總和會是等於1的話 這樣就是意味著它的方差已經達到最小了 但是我們使用這個最優的Q Q star分布我們就會只會達到 只需要一個樣板就足夠了 可是通常這樣的 如何到也變成Q star最優分布 這個情況下是很難達成的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為Q 並且把它的誤差達到最小 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可是通常不會真的達到最優的分布產量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分布Q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以產生正確的期望值而言 可是雖然Q star是最優的 可是通常是不能達到的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在 在縮小方差的採量分布Q 所以是一個好的方法 然後它還有提出另外一個是 有偏重要產量 它這個方法是有個優勢是說 它的Land paper上面提到說 可以不用正規化 T跟Q分布 就是在處理它的那些 離散變量的時候 那些sample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表示為這樣的公式 可是它這邊是提到說 Q跟STAR是不用經過正規化的 然後這個情況下 在分母它會 當那樣本趨勁無限大的話 它的分母會漸漸收斂到1 所以它可是才會漸漸的成立 可是它這邊在P核上 並沒有是多提說 它是如何這樣子去轉變的 然後我們聚查一些資料 跟主人討論說 我們是猜它一樣是 把它的一些重要性權重 進行一些主要的一個 的重新加權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 以上做個結論就是說 雖然Q分布可以 可以把那個提高 整個蒙蒂卡羅的估計的效率 但是Q分布 一個高高的Q分布 還是會使得整個效率變成 比較差的 然後如果Q非常大的話 P跟F跟F 約掉的話 顧差值就會非常的大 所以選擇Q分布是很重要的 然後大部分人一樣都會選擇 我們剛剛所說的 選擇一個簡單的Q分布 來進行採量 雖然這些方法都會有一些 小漏洞小漏洞的 但是在Important 7 在機器學習的應用 仍然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包括深入學習的演算法 例如是比如說 有大量的輸出 解聯的神經網路 都是可以應用在這個方面的 那接下來到 十七點三 Marco Chen的部分 大家好 又是我 然後我要講 我要講的就是 Marco Chen的 萌蒂卡路 他是 呃 他考量的問題是在 有一些 他的模型是 像是 就有時候你沒有辦法從 原本的分布裡面 可以 採出明確的樣本 像是 如果你的分布是 無像圖的模型的話 就無像的模型 那個後面會有 反例 然後 理論上 你要用Marco Chen 萌蒂卡路來做 的話他有一個要求是 你的各項的條件 幾乎是 不為0 就是你不能有 某個點跟某個點的關係 是0的狀態 然後你用 然後他的 應用範圍 最好的一個 是有一個在十六章 有講過的是 Energy Based Model 他在這個上面 是比較典型的應用 然後這個就是 他剛剛講的 無像的模型 就是像右邊的這個樣子 他今天要從一個 AB的這個分布裡面 去做採樣 然後他的關係 就是像這樣子 就A跟B 然後他 你要採 現在你要採樣A 那你就要 考慮到 A在B的 機率 就是你為了採A 你就要考量到B 但是你如果要先採B 你還是必須先考量到A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 有點像是 先有機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啊 這個問題可以被 就是用Marco Chain這種 有像的模型可以避免他 因為他的 兩個點之間是 有方向性的 而且他不會有回旋 然後這個就是 主要是Marco Chain在 做的事情 今天一開始我們會 採一個X0 是初始樣本 啊這個要 初始樣本是 怎樣的情況 其實都不所謂 後面會有 範例解釋 為什麼他 不會影響 然後他今天會經由一個 轉移分布 就是 旁邊那個TX'X 這是一個 有點像 函數的東西 他會把它 做轉移到下一個 這樣子 然後呢 再經由 就經由同樣的關係 可以再 把它一直往下轉移 就一直經過 一連串的轉移之後 你會到達一個 XT的 狀態 那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 比較 在 預期的分布裡面 舉出來的樣本 就比較接近於 換家人 就是比較接近於 適時你想要的情況 他是怎麼樣 那接下來考慮的就是 如果有很多個樣本 就是很多條Marco Chain 同時運作的情況 那他一開始把 上面的這個 Initial Sample的 X0 他就會變成一個 有點像是 就是從一個分布裡面 抓出來的許多一點 那那個分布 我們會 我們就叫他是 QTX 那 QTX T代表是 你消耗的時間數 就是你經歷了幾次的轉移 那一開始 我們用 一個分布 Q0來 初始化X之後 QT 與所有之前運行的 Marco Chain 都會有觀點 然後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讓 最後的那個 目標 那個X分布 QTX 是 收斂到 PX的情況 然後我們今天用 一個向量 V 來代表這個 分布Q 然後再用一個 矩正A來代表這個 轉移的 分布T 就會有像是這個情況 今天ABC是三個狀態之間的關係 然後它的關係 A到B的 A到B的幾率就是 PBA 然後B到A的幾率就是 PAB 之類的意思類推 那我們就可以進口出 像是 右邊那個矩正A的情況 對不起 你再回到上一頁 我看一下 就是把 有點像是 等一下 直接切到後面看 就是它是 有點像是 如果我們把 它的向量 如果以這項圖來講的話 我們就會是一個 ABC這個向量 那它會經過一個 經過右邊的那個轉移 然後會變成不同的狀態 一直轉下去 就它的數值會不一樣 就是它的數值會不一樣 就是 我們就會是一個 然後這個A就是 讓它轉移的 彈式的代表 那個圖的 最上面那個 是不是 錯了 跟其他的沒有match 這個 這應該是 BA 下面是A 對 因為方向電導 好 上面應該是 PBA 下面PAB 將來跟其他的定義 會match 那可能我畫反 好 好 繼續 好 繼續 然後這裡講的就是比較 冰詞的東西 就是 因為剛剛那個矩陣A 它的每一個column 都是代表一個 機率分佈 所以這種矩陣 我們也叫它做 隨機矩陣 那這種矩陣會有一個 然後它根據一個定理 這個什麼 parent provenius 定理 那這種矩陣會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的 最大的 eigenvalue 都是1 而且只有一個 是時數 如果是在所有的狀態裡面 沒有0的情況下 就會有滿足這個定理 然後 特徵值 隨著時間的變化 就是 因為你剛剛講的時間的變化 就是你的A 可以不斷的繼續做下去 你就會相當於一個A的一直 不斷的相乘 所以下面的那個 有一個公式 它就會代表你的 你的初始狀態 經歷過了T次的A相乘之後 你就會到DT狀態 原來DT階段的感覺 所以當你 不斷的相乘 那因為你的矩陣一直不斷的 平方三次方一直這樣上去 所以你的 eigenvalue 也會是平方三次方上去 就是底下這個公式講的 像這樣子 所以你矩陣一直往上 你的 eigenvalue 也是乘值數成長 那之後 除了你最大的那個 等於1的 eigenvalue 以外的所有 eigenvalue 都會慢慢的遞減成0 然後這種 等到他們全部摔退到0的時候 這種狀態 我們就叫它做均衡分佈 或是平穩分佈 然後到達平穩分佈之後 就會有像上面公式的這種樣子 就是你再乘一個A 出來的分佈結果也是一樣的 雖然你裡面的 就是每一個單元 可能還是有一點改變 可是你的總分佈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那個V就會是A矩陣 相對於 eigenvalue 對於1的 eigenvalue 對 就是剛剛講的 所以你在到達均衡分佈之後 你不管再怎麼反覆的去做 轉移採樣 它的過程不會改變它的狀態分佈 然後呢要 所以這樣子看下來 你要選擇那個t 是很重要的 然後它最終的平穩分佈 會是等於我們期望的那個分佈採樣 就是p 然後這個會在實習知識會講到 它要怎麼去取那個t 然後所以Marco Fuchin它的過程 總括而言來說就是 一直不斷的 重複的去更新那個值 一直去更新 用一個矩陣A 或者是說用一個函式t去更新那個值 不斷的更新 那這個過程就叫做磨合 那這段時間 就是所花費的時間 就叫做混合時間 然後在Marco Chan達到均衡分佈後 我們就會從那個均衡分佈裡面去做採樣 但這個採樣 它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兩個相鄰的樣本之間的關係會 相關的程度會非常高 所以我們 所以一個有限的序列 有限的序列 沒有辦法完全表達這個東西已經到達均衡分佈 所以有一個方法是 我們每一個N個樣本再採一個 就不要讓它連續的採樣 就不會有 就是讓它的相關度可以不用那麼高 因為它每隔的越遠 它的相關度就越低 可是這樣子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這樣子Marco Chan的運算代價就會變得很高 有兩個主要的代價 一個就是你要先磨合的那個 花費的運算量 跟你要從一個樣本 挑到下一個樣本之間 你要讓它達到足夠無關的樣本之間的 所花費的時間 所以通常我們的解決方法是 用平行處理的方式同時 就是跑很多個Marco Chan 就是每一個都是讓它從頭開始跑 然後平行的跑 這樣一次就可以 就用接近你 假如你今天想取100個樣本 那我們就同時跑100個Marco Chan 然後到最後我們就可以得到100個 比較無關的樣本 就是用這種方法來解決 用額外的運算量來解決你所花費的時間過高的問題 然後另一個Marco Chan的問題點是 沒有辦法知道說我們要運行多少步 它才會到達均衡分布 就沒有辦法預先知道 沒有任何的理論可以告訴我們說 怎麼算可以預先知道說它的 到達均衡分布要跑幾次 所以我們假設用剛剛A跟B的角度來分析 A在到達均衡分布之後 它的 eigenvalue會全部都衰退成0 只剩一個1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用第二大的 eigenvalue 就可以大概去推估說 這個矩陣到達磨合時間大概 到達磨合之後的狀態大概 均衡分布到要多久的時間 但是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 真的 NewMarco Chan的狀態 有時候不只是單一的 很簡單的那種是或不是之類的東西 它通常包含了很多的含義在裡面 所以你沒有辦法說 真的很簡單的把它表達成一個矩陣A 它的相關度也不一定只有一條 然後 所以我們 而且它的狀態 像是今天 我們剛剛畫的那張圖 是一個通常值與一個 之類的這樣子相連 但是有時候你一個 假如今天一個狀態 它可能往下延伸成兩個狀態 然後每那兩個狀態 又在各往下延伸成兩個狀態 它的狀態雖然是指數 等級的大小 所以 其實它的變數量比較高 很難去做運算 所以剛剛 所以用那種向量V 或者是矩陣A來表 或者算它的IgonValue之類的方法 其實在現實的使用情況上 是很難去達成的 所以我們能做的只有 大概差一個時間 然後讓它先去跑 跑完一個時間之後 跑完一段時間之後 再去用 比較 像是手動檢查 或者是 來檢查前後兩個樣本的相關度 這種方式 比較人工的方式 來判斷說它是否已經完成了 然後我們有一個程式 就是今天假設一個情況是 我們把全國的人分成 按照經濟收入分成三個等級 一個是高階層、中階層、低階層 這樣子分 然後我們今天從 假設今天從全國裡面取出了 一小群人 然後當作我們一開始的初始樣本 那低階層占21% 中階層占68% 高階層占11% 這就是這群樣本的情況 如果在一般的蒙地卡羅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把這個當成是 就是採樣的結果 當成是認定為全國比例 那今天Marco Chen 他有一個額外的東西是 今天我們採出了那個 跟上面同樣的樣本之後 我們去找到還有一個關係是 假設今天一個人的收入是 屬於低階層那個區塊的 那他子女 我們會去算說他的下一個世代 有點像是他的下一個狀態 他的子女的 屬於低階層的機率是65% 中階層28% 高階層7% 這就是他的一個轉移的關係 然後我們把這個轉移的關係 按照同期結果往下化 就像中階層之後的子女的情況 高階層子女的情況 把他做一個表格這樣做起來 做一個矩陣成起來之後 我們把他列成一個矩陣 他列成一個矩陣 然後就把他當成是一個轉移 然後就把一開始我們統計的那個 初始樣本的結果 當成是 就是初始樣本 然後初始樣本 經過那個轉移 我們就讓他做很多的世代的轉換 因為像是經歷了 無數個世代交替之後 我們會發現 他的結果會趨近於一個 就是穩定下來 就是像是在最下面 他的比例基本上已經沒有在改變了 基本上就是28%比48% 22%之類的 就是他通常都已經 他就會慢慢的 經過很多的世代交替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群人的分布 會變成穩定的狀態 他不會 不管你在經歷了幾次的世代交替 他的比例分配不會改變 然後今天 你這個是用那個matrix 就一直 一直去乘搭 一直乘嘛 你不再上一頁我看一下 不再上一頁 你是用這一個當作matrix 然後一直 就一直 一直乘 就像是世代一直交替 一直交替 那個一開始 你的initial的幾率 就是那個就是 就是這塊 就是樣本的 就是樣本的 就是我們踩出來樣本的結構 初始值 嗯 初始值 OK 然後一直乘到最後變成蛇 OK 那我了解 謝謝 對 他之後就會 他的分布就會穩定下來 那我們 再測試一次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那假如今天 我們踩出來 一開始的人群是不一樣的 那之後的結果會不會有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把 初始 假設我們今天踩定一拳 他80%是低階層 15%是中階層 5%是高階層 那如果我們今天用這一拳群做的話 結果會怎麼樣 所以也是一樣 我們就用剛剛的舉證 一起去乘他 乘到最後就會發現他的 機率分布其實是 跟剛剛是一模一樣 因為你初始 所以他就告訴我們 你的初始樣本 是多少沒有關係 對 你的初始樣本 他其實不會影響到 你在馬高券做完之後 的那個 結果的那個機率分布 所以經歷過 一段時間 就是讓他一直 就是轉換幾次之後 他等到他已經 建基率平穩 就是已經均衡之後 分布 他會比較 比較接近於你的 實際社會情況 也就是你 預期的 採樣的樣子 就是你 是不是 有點像是 因為其實他 就是你的 初始樣本 有點像是讓他比較 社會化之後 就以這個結尾就是 我們讓他比較 跑了一段時間 其實他一直生小 一直生小 一直生小 就是有點像樣本書 一直往上漲 就會比較接近於實際的 因為實際 你的社會 他的 轉換情況 也是類似於這種樣子 那 就 所以馬高券 就差不多就是 代表了這個 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一開始那個 分布擋成一個項量 那這個項量 他可能是 爛打等於一個 還有爛打比較小 那些 Icon State的組合 嗯 那連成以後後面 原來的你這些 Icon State Icon State 就是Vector 加起來 總和是E 就是你3Component 加起來是E 嗯 可是你再成很多次以後 爛打比較小 那些應該都會不見掉 因為爛打 小E 馬列成以後 就沒有了 會留下爛打等於E 的那一個 所以是平穩的 可是那一個看起來 它3Component 應該加起來我小E 對不對 那為什麼剛剛的結果還是等E 你意思是 對 例如說一開始這個狀態 假如是爛打等於E的這個V1 加上爛打小E等於V2好了 嗯 那這兩個加起來 你去乘以A矩陣 連成例說 50次或100次 剛才25次還是多少次 嗯 那我不知道 大概連成的有54好了 A的54乘以V1加V2 嗯 那因為V 抱歉 V1和V2就是Item step 所以V2可能會DK掉 就是爛打的50 爛打2的54次方就沒有了 那看起來原來總共加起來是E 單V1字應該加起來沒有等於E 那為什麼這邊會 平穩的時候加起來就等於E 還是其實不是有看錯 這個不是Item step 對啊 這個不是 它只是解析一個情況說 告訴我們 我們說我們講這個一個T 就是一個轉移矩陣 對 然後我們去 有一個機會去成長 我說我可能說我要猜測 我生了時代以後的小孩 那個狀態它到底是平 就是低的中的還是高的 對 最後應該平穩應該是V等於AB 對 對 所以它是IgonValue的 它是相對於E的IgonVector 相對於E的IgonVector 就是你的矩陣A的IgonValue E的IgonVector 對 這個最後出來的東西是IgonVector是沒錯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的值 一開始是一個Initial的一個Random的值 對 我的問題是說 一開始Initial那個 看起來保持機率的話 它就加起來是NV 對不對 對 那一開始Initial 它並不是IgonVector 對 不過一開始加起來的NV 因為後來剩下來這 是一開始的部分 你說Element sum起來會經過這樣子 對 V1加V2的三個Element 加起來那個V1的 對 V1加V2的三個Element V1加V2 對 V1加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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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應該是 對 對 那後來V2應該會DK掉 為什麼 為什麼會 因為爛 就是 我們任選 V1加V3都OK 其實 一般來講 這個是三個Element 對 那那兩個 爛打4等於1的時候是 我不知道這回太細節抱歉 就是 可以解釋掉 所以爛打等於1是最大的 那剩下那兩個是比較小的 那連成應該會DK掉 就是A乘以V1加V A乘以V2會等於爛打VV A乘以V1加爛打2.2 你再多成幾次的話 應該 就跑出 對 我不知道會不會當大家誰 反正就是 我一個好奇的東西 嗯 嗯 你要誠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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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可能回到你 這個不是有一個Diagonal V 然後 那個公式那邊 對對 那一個 回到那一頁 你那個Diagonal V 你看到這個 譬如說你那個Line打最後Line打T 譬如它當然是只有一個是會是E 其它是0 但是你前面有V後面有V 那這樣整個這個Matrix寫來其實 你懂我意思嗎 它並不是 它這樣子出來還是一個Matrix 它並不是00000的這樣子 對 那矩陣本身我沒有意見 因為矩陣整成還是A嘛 對 A有多次法還是A 對 那我是說那個V0會慢慢變成穩定的東西嗎 嗯 對 那應該會有一部分會DK掉 那為什麼你剩下的東西加起來是A 其實會有一些也不見嗎 它會DK掉嗎 它會變平穩的 對 它只會平穩 就是說你 你平穩得出來的東西跟V0不一樣 嗯 那中間這一塊不見掉 應該就是爛打小韻那些東西 DK掉 呃 它應該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我沒有很那個 就是我 因為它的前面的那個A 它有點像是 這張圖 它是三個點之間的轉移 就是像是剛剛的B階層中階層高階層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採樣100個人在裡面 那它這100個人 我的不斷的轉移 我無論怎麼轉 我假設今天A走到B再走到C 或者是走回去之類的 可是我這100個人不管怎麼走 它還是永遠都是那100個人 就是我不太理解的是衰減的那個 就有點像是今天三個人隔一千塊 那我們可能A會給B多少錢啊 B會給A多少錢 可是這些錢不論怎麼給來給去 錢的總數還是一樣 可是看起來 那幾率應該會保持 剛好有的那個 大概就說 大家要從我們自己的地方 乘到B之後 就給他一個 就是你在進算的時候 你有一個是接近他 好好 幾層上幾分鐘 他會補的是幾個DKD的那個 好好 所以就是跟大家講 因為人跑很好去 可是你不會跑到人去 就是那些人只是換聽東西 就是那些人只是換聽東西 就是平均的 對我想 對因為A本身它的color 我如果想說AT乘以V0加其他 應該可以變成AT乘以V0加AT乘以V其他 我們就先信 我之後再問好了 等大家時間了 再請問一下 就是你做這個的時候 就是那個轉移矩陣是重點 那就是在實際的情況 你呢 你那個轉移矩陣怎麼來 以你這個例子 對啊 後 實際仔細 這個 這個轉移矩陣基本上你很難去求 因為這個矩陣是我假設的 你剛剛看到那些Cox假設 他論文提到的話 你這個轉移矩陣你要求它是非常困難 嗯 因為後面有提到這樣講 因為 你要用那個gip sample去搏移 然後去用一些他所說的temperature 就是溫度去 然後你 我後面再講了這一關 因為這個轉移矩陣基本上你沒辦法 應該是沒有辦法改變 就有機會 好 這個東西 就是Metro Police 他其實有一個動機 或者是gip sample 他的動機 沒有動機 沒有動機 不過其實 不然這個實際要去 對 他是 你講gip sample 你的公司是根據P 然後說A 然後 之機間的關係 對 然後去接那個關係 對 然後 就是他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是維持好了 你維持 你狀態太多的時候 你那個轉移矩陣就很大 你基本上你沒辦法去投這個東西出來 如果 如果是 但是往上一些例子的話 就是分子移動的關係 你今天給一個不同溫度下去 大分子移動的那個位置 那個距離 會有不一樣 所以 你的 你的採量數跟你的移動的距離 就每一個移動的都可能就是一個 sample 所以 如果你都拿這些去做這個矩陣出來的話 那你的矩陣到底會長怎麼樣 就很難決定 你的意思是比較像 這個矩陣那麼大 要求藍牌帶也不大 他後面會講 因為 不是那個 那個書本後面會講 這個東西 基本上 是用 深度跟 深度跟溫度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的溫度應該就是 有一個指去控制那個 比 上他那個機率說 我 我這次 例如說 威姐我要走進一步 我到底 我給一個機率下去 我要走進一步 大概要 他可以磨擬之後的懲放 大概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容易打到 好吧 你想要 他 他問嘛 我就活著基本上都快走 好嗎 其實理由卻講的大概是看起來實做起來是還蠻簡單的 或者是你們找的那個例子還蠻簡單的就是還蠻結這樣子的 這個是磨擬剛剛那個EV4那個狀態 就是說我們知道那個轉移局勢之後 我怎麼去磨擬我們之後的情況會長怎樣 這個有點像是在一間公司裡面做那個Marketing 他們會做的事情 可能我的中文會比較乖乖的 我接下來講的是Keep Sampling 剛剛講的Keep Sampling到底在幹嘛 就是其實我今天如果我說 我給一個圍棋的最終樣本給你說 我要賞關就是說 到底他可以贏的紀律到底 例如說白紙可以贏的紀律是多少 黑紙可以贏的紀律是多少 那這個我要怎麼去籌這個東西出來 那好那如果我今天 我不知道這個紀律 那我要去找我知道的是我走每一步的紀律的話 那他就可以從Marco Chen那邊建一個列出來 就是剛剛所說的 他會從第一步開始 然後去看我可以走下一步的 到底的紀律有多大 然後根據 他是用 Energy Based Model來建的 所以他會根據能量比較 我記得好多是比較高吧 就是說他 我就用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走這一步的紀律會比較高 去走下一步 那時候他一步一步的去建那個Marco Chen出來 那Keep Sampling大概就是做這個東西 然後 然後女班會 Leave Sampling大概會提到的 就是我 他其實是幫助Marco Chen去建念 所以他這邊的Sampling有點像說 我今天都知道一些條件 例如說 我從這一步走下一步起好了 那我知道我走下一步有0.5% 0.5%的紀律可以贏 然後走第二步的話 我就知道0.25% 那我一定會去挑0.5% 他應該就會挑能量比較高的那些 就是 不是 紀律比較高的那些去走 然後 他去建了那個臉 念出來 然後就去評估他 到底贏的整個棋可以走完 我贏的紀律到底有多少 然後剛剛我也提到Marco Chen的那個 未受時間所限期嘛 然後 然後 嗯 基本上他的 對 他會受時間所限期去 到底看那個臉會見多長 所以 他通常圍棋不是會有 左邊會有一個提示器嘛 就是他其實就是說 他不宣布其中一個特色 那種 的話就是說 我今天給一個時間下去 他就可以 在那個時間內 可以見到那個臉有多大 然後他就可以算出 到底你 見出來的臉 到底 贏的幾率 未有多大 就這樣 我都舒服多一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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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篇章杰提到的 他会从那个 他会透过一些sample去建那个Marco Chen的那些链 然后他会从 因为我们Marco Chen有点 我觉得啦 我觉得有点像状态 就是状态级 他其实就是从第一个状态去第二个状态 然后去第三个状态这样子 然后就看你每一个状态一个 几率吧 就是几率有多大 然后就是每一个状态建起来的时候就是一条链 所以gift side point的话 就是他就有一些前提说我已经知道一些几率 然后就靠那些几率去建那个 那个效率就会比较好 因为你总不会调一些 就是几率比较低 当然会有 曾经他们AlphaGo里面有意思就是说 他会想说AlphaGo就是 就是machine learning 然后他就想说 那我就是走一些奇怪的起 看他能不能 到底可不可以就会帮我收中 就是说他我走奇怪的起 就是走一些奇怪的 步 然后就看那个AlphaGo里面不能反应过来 就是这样子 那后边我也提到 为什么他可以反应到 因为 那我后面再讲 后面会讲这个mixing的问题 就是说磨合的时候他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不是问题就是有一些挑战在里面 因为刚刚提到嘛 就是说 如果我要怎么从一个状态去跳一个 下一个状态的时候 会比较好 如果我今天 我给一个奇葡萨去说 嗯你就只能走些些步 那你会觉得 乖乖的 为什么都要跟着你去走 然后你就 你就想说有没有 有別的方法去走 他這篇7.5主要提到的 就是說他其實很困難 因為每一步圍棋說 你走每一步 每一步都用最大的機率去贏的話 那你不一定你整盤棋就可以贏 這個是 Janny說我好像每一步都贏的機率都跳到最大 那為什麼我最後不能看 因為可能就是 有一些他會 我們就是忍嘛 然後他會放一些企劇 就是給以後可能會有味道 我走這一步可能在這個時刻沒有意義 但是在下一個時刻就可能會有贏 就是你如果每一次都選勝率最高那一步 你會陷入local maximum 大概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對啊你總是要難得糊塗一下才會給我崩潰 是這樣的意思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他這邊提到就是說 文章有提到就是說 好像每一個狀態轉移的機率我都不太在意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在意去算那些機率其實 那個意義並沒有很大 因為其實說 我們在意的就是說 我要怎麼去收集那些資料 去建那條電 才是我們真 就是我們實際情況會遇到的問題 因為如果當你收集到那些 sample 去建那些電的話 那你可能就說 我就可以從那些電去算出我最後贏的機率有多大 就這樣 好這個就是temperature 它用溫度 它裡面文章用溫度去模擬一個 就是說我要怎麼去模擬一些數據出來 譬如說我今天有一個例子說 我分子在正直的時候有一個狀態預備 那我們假設這個狀態可以是一個sampling 然後每一個分子在那些不同的位置就是 狀態的那個面的連結 然後當我們加一個溫度上去 分子就會開始移動 就是分子每一個分子就會根據那個溫度去移 就這樣周圍移動 然後移動之後再定下來那個時間 那我們就上程就是另一個sampling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剛剛提到我們 我們人類會走一些很奇怪的步去上上 它那個機器會不會可以防止 然後它是這樣子的話 它就說我今天可以用溫度去模擬那個亂酒的情況 然後一個是正常的 然後我就可以從每一步 不同的狀態跳到去 另一個棋譜不同的狀態 例如說 這個很抽象 跟我講一下怎麼講 例如說今天有兩個棋譜 好 那我從第一個棋譜走到50步以後 我希望從第二個棋譜 走第51步的時候 我希望從第二棋譜開始走下去 那其實這個就有點像這邊所講的 就是怎麼把兩個溫度的sampling的東西 怎麼去做混合在一起 所以它 它就怎麼去混合這個兩個東西 例如說 我今天第一個sample 我走到50步之後 我說 我發覺好像再走下去 就沒有辦法贏了 然後它就去挑別的棋譜說 我可不可以從別的棋譜 找到一個可以贏的方法 然後從別的棋譜裡面挑機率比較高的 然後再follow那些棋譜再走下去 或者是 走到一定的時候 又去說 好像也沒有辦法贏 然後就去再找別的棋譜 去找一些路去散散看 就是希望它可以從不同的棋譜 去學習到 它最終可以贏的那個方法 這筋譜所講的東西 就是這樣 怎麼把兩個model mix在一起 好 這個 energy based model 其實你可以想像 Energy有峰值嗎 然後我要怎麼去控制那些機率 然後讓那個峰值沒有讓我們到 因為 呃 算是T度問題吧 好 我用 我常常怎麼講 好了 這邊的話 其實它的那個 紀律份 就是你可以想像它的紀律 就是說我第一步走的 可能就比較高的紀律位移 但是發覺我上一步其實走完這一步 在周圍的紀律都會比較低 所以其實這個是 呃 可能是在這邊沒有辦法再挑了 他就去找Energy比較低了 他可能就是把每一個起復度 變成一個Energy based model 然後去不同的起復去挑那些能量 就是挑能量最低的去走 這些步步 那就 然後 變得整體來講 都會 可能就會 都會 這段起 最後17點 5點2 這樣 就是說 你剛剛好像就是 好 我想問一下 你說 剛剛講到這個旗幅 好 跟 比如說我們取樣 我們想要取樣一個分布 然後用MACO圈 MCMC去做 那這個想要取樣的分布 跟旗幅有什麼關係 呃 其實你 MACO圈就是每一個狀態 就是一條 就是每一步 你可以想像 就是MACO圈的一個狀態 然後你每一個狀態 你就會有一個贏的幾率 就是說 就是把你的每一步 起酒下去的那個狀態 變成MACO圈裡面的 那個狀態 裡面的 其中一個狀態 就這樣 我簡單講解一下 從以前的歷史來看 以前在其類 像那個 愛變生然那個時代的 就是 企業的AI 它基本上就是暴力了 就是 整個 Tree 不管好的壞了還是搜索 那就是 現在這一步往下 看你的技術 電腦的計算能力往下 一直搜索 那 在搜索過程當中 發現 這一條路不好 它就直接丟掉 好 然後就是 做 先做 類似像 Blade 對 阿貝亞是 因為你 你計算總共有限嘛 所以你會有 阿貝拉Cut 這是 這是過去的 用法 那 紅利卡羅就是它比較聰明 我不全部做 我就做Sampling的 就這邊試一次 那邊試一次 然後 試到比較好的 我就 這一路就 一路算下來 去算最後贏的機率高不高 然後他就 喂 算出來嘛 因為他這樣子沒有全部選 那他就是Sampling裡面去找 最大可能贏的 所以這整個計算量 會大大的降低 阿整個精神是這樣子 這是孟比卡羅 那 誰是孟比卡羅 他直接把每一部棋都上 就是孟比卡羅 裡面的其中一個狀態 那你每個狀態 你就可以算那個 紀律 你倒猜的狀態 的紀律嘛 剛剛就是 你那個 狀態下去就是一個紀律 然後 你怎麼把兩個 戀接下來 就是說你可以把一個棋譜 變成一個戀 那你就可以把另外一個棋譜 變成一個戀 那你怎麼可以 就是從 他剛剛 Jason大家會提到 如果你選擇的那個 紀律不大的話 他會整條戀 撞掉 那Manko全博文 他的這邊的話 他會想說 我這邊整個紀律不大了 他會跳去上一個戀去搜索 所以我有沒有辦法可以 就是這樣 我想像說 隨著棋局一直推進 然後你狀態 再往下一個狀態 跟 例如說你 盤面已經有50個棋子 要放第51個棋子 的那個 全資訊的這個分布 跟你已經放了150個 要放第51個 應該那個分布不一樣 所以這樣會不會就是 不是 Markov-Chain 因為Markov-Chain 其實有一個意思是說 你跟 你的轉移的機率 應該是每個時候都一樣 我可以了解 他大概是一個 Movicolor 但是他的狀態一直在update 對 你以其譜來講 他在下落不容量 他的狀態 因為他其實是在做 有限 他計算量有限的 往下一個算 看能夠算到幾十步 甚至百步 去看最大的領域 他要等級 其實他要stationary 他一定要stationary才 他有一些假設的條件 對 不管是在哪一步 他始終是在算最後的一面 所以他一直是在update的 他不一定不是永遠就說 我在這一步就是固定死了 然後下一步 其實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譬如說你走150步以後的state 跟你一開始的state一定不會一樣 對 所以他本來就不一樣的state 對 我就試著把這個跟MCMC的那個領域在 因為他們那個 就當然這個就是很棒的例子 不過書上講的那個比較像是 就是一般說調溫度的時候 你比較能轉的 就是轉移到其他的機率是 比較越過那個能量障壁 這邊如果要深入 其實有一本也是經典的書 是一個已故的以色列教授 叫Rubinstein 他書名叫什麼 Simulation and Monte Carlo Method 去年出版 已經好幾版了 好像既然已經出到第三版的樣子 那一本書是 蒙蒂卡羅這個演算法的重量級經典 如果他有一本書也是幾百頁 就專門在講這個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有問題一下 你再請問一下 你剛才講的那個 每個棋局的一個state 它可以對應到你剛才講的 類似那個 那個profile的高低嗎 就每個棋局的state 有它對應的會引起的機率的高的值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好不好 我是 你現在把棋局比喻做state 對 那你這個state 你這個每個state 會對應到它引起的機率嗎 就是你走了這一步棋嘛 那你下一步棋 你可能就剩下那些機率 就會分布在這個energy model 我就說 我就會想說 就每站的機率發展energy based model 就說 我 因為 為什麼要發展energy based model 因為其實說 就是希望可以計算到 它是機率不為0的東西 因為 energy based model 對 它希望就是每一步企圖計算到 所以如果你有profile是0的話 當然應該是沒有 它可能就以一個極小的出現 它會投影到這個energy based model 然後 就說 我把 欸 機率 變成energy based model的話 那我去挑的時候 我就挑流量最大的 就是 你可以想像 就是流量最大的 就是 機率比較高的 為贏的機率比較高的 債務期群種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能量的值就是 對應會引起的機率 對不對 我了解是這樣 我不知道其他 對啊 如果你代比到這邊的話 那其實就是跟傳統的蒙蒂卡羅 是一樣的意思 對啊 對 如果代比到這邊是正確的 那就是跟傳統的蒙蒂卡羅是一樣 這邊就很容易想 好 好 謝謝 這裡指的就是說 某個狀態 它的能量 是指說 像 exponential 負能量除以溫度 這個東西 正比於 從它開始到齊局結束 勝率的希望值 是這個意思 就是 它的那個 數值 狀態的數值 指的是 從這個步 往下 去走 各種可能的走法 然後總共勝率的 期望值 是這個意思 應該是 就是說它希望 它 其實那個機率 希望最後 會引 這盤期的 那個期望值 你的期望值應該是 這個 對 目前我們這個狀態 接下來 有各種不同的走法 然後全部去做 平均之類的 期望值 平均之類 就是 期望值 我不知道它 實質狀態有沒有平均 大概就是 我理解就是說 你走完這一步 然後你在走下一步的時候 你會挑 可能就是說 嗯 其一步 剩下可以走的步數 然後就把這些步數 都投影在上面 說 我變成 energy base model 然後就說 到底我走這一步 對我這一盆 就是整盆的 起位影響有多大 就是期望值 這是機率 所以如果 以左邊這個圖來講 對不對 你如果以下棋來比喻的話 就是說 它要走到最高點 或者是最低點 對不對 嗯 通常如果 如果是正常理解 我不 不算以圖來理解的話 就是希望我走 對整盆起 贏的機率比較高的那一步 就是這樣 如果 因為我對 我還是用文件來講解比較好 就是說 我挑下一步的時候 我會希望走對於整盆起 可以贏的機率最大的那一步來走 他還是挑舉步追階 但是 當你挑到舉步追階 你會發覺 你可能會 新一步的狀況 就是剛剛水長講的 就是 就是 就是說你可能就 新一步的狀況說 你每一步追階 但是你又不能走 因為你 可能走到每一步 走到一步的時候 你會發覺 整盆起的 多位數 他就會想說 我就會從這個 Marco Xen 我要挑去下一個Marco Xen去找 到底有沒有 對整盆起 可以贏的那個機率 所以像剛剛一個模型 ABC 其實每一個盤面 就相當於每一個狀態 就對了 然後 例如說 隨著一直玩下去 比較後面的那些盤面 就 因為不可能 棋子不能拿掉 所以就也許是比較像後面 只是說他全新Rate 就 他還真的是 Marco Xen 對 因為 所以 他應該是 你連帳 就是一個 圈去走 然後就 接著上一個圈去走 這樣子 連著那些 請問一下 蘇華斯 他剛才講的那個東西 剛才前幾天討論的 F. John Brady 有沒有類似 對 就是 就是 就是不能永遠都挑選 對 就 這裡好像 還 就是 就是 強化學習 底下 有談到策略這件事情 然後 還 我不知道三洋語怎麼講 就是有什麼放進去 我在想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說 他要怎麼改善 改善那個 因為其實溫度也沒有辦法 其實他沒有辦法 完全可以改善那個 贏的機率 他其實說 我都摩擬 很多很多狀態 讓那個整面說 你可以走的 走的不出的機率 會比較高 高而已 就 就 就簡單來講 就是 提供很多選擇 給你 去跳嘛 就是 你 越摩擬的越多 然後你可以 跳的東西 然後 嗯 這邊 他就 十七點五就提了一個 就是 說 深度就可以幫助 那個 就是 可能 這邊是 這邊 我的理解 就是 說 嗯 這邊我理解說就是 好像 奧兔飲工黨 裡面有提到 奧兔飲工黨這樣子 那如果我加深 那那些層 然後 我要去 就是 我會 得到那些特徵 就越能代表 那原本的圖上 就是奧兔飲工黨那個 呃 想法 就是這樣子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然後 這邊的理解的話 就是 他是參考奧兔飲工黨 這樣理解 如果我今天 我可以摩擬的 越多的狀態 就越深 那我 那我可以摩擬出來的 幾率 出來 就 就 贏的幾率 就可能就會比較高 因為我 摩擬的越深 那我可能 就可以從 北的鏈 或者是從這條鏈 去 找到 我整體 可以贏的幾率 比較高 這個是我理解這一段的那個 想法 就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問題 因為 這一段比較小 因為我正在準備明天的on policy跟on policy 所以我不知道你這邊的勸加資料 怎麼樣 李博士你們這邊有沒有跟我們講那on policy on policy有沒有一樣 基本上他 理論是一樣但他應用的場景是不一樣 對 你們也講他是把同樣這一套 這個 有人應用在reforce laning上面 對 對對 他剛才想 今天講的是比較general的摩提卡的這個 那個 Aergrind這顧眼算法本身 好 我們報完 你們還有其他問題 我沒有準備耶 不用看 因為現在很少在用 我沒有準備這一部分 可是你有準備那個gib sampling的例子嗎 gib sampling 那個例子啊 就是 最好是像剛剛那個什麼 那個低階 中階 高階那種非常簡單 拖曳證明 非常直覺的樣子 我一直找不到很簡單的例子去看 簡單的例子 我這邊是 有一個啦 但是這個是網上他們講的 那我就練好了 因為在一個溫度下的 好 在一定溫度下的一定量的分子 在一個遊戲中做沒有規則的運動 那你要怎麼去統計這個運動的能量 他們的gib sampling的第一個想法 就是希望要統計這個能量 然後 當然是用 M MCU 的思想去統計這個 那我們假設所有的分子 在某一刻是正直的 然後這個是戳死的狀態 然後 固定其他分子之後 然後我們根據分子間的作用力 對其中一個分子進行移動 然後那個分子會有一定的機率上四周移動 那可能就是做不愧這個運動 然後移動完這個正直的分子之後 然後下一個分子也是做同樣的事情 直到所有的分子都移動完畢的話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蒙蒂塔羅的第二樣子就是 條件機率中選擇一個分子 然後對那個分子進行採樣 沒關係 因為這樣子沒辦法 可以理解這個太難了 沒關係 我覺得我錯問題 我這個是往上找的 它其實應該是在針對你整個我的理解 就是說你的分子都有移動 然後它是 然後它是 就是統計整個 然後 然後 就說我是針對其中一個分子去說 這個機率到底有多大 那個 產樣就是這樣子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一團分子的狀態在物理裡面 一部份應該很熟 就是狀態是用像空間來表示 就是用位置和速度 每個粒子它有位置和速度 這所有狀態 那您剛才講的 其實把所有的狀態固定住 只動一個狀態 所以就只動一個分子 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還有其他 其他有問題嗎 沒有 好 沒有 今天謝謝幾位 感謝 感謝 等一下那個Net要講它的論文 謝謝